現代人 無論是工做 才是生活都一樣不可以 尤其很多路線朋友 不然就要上班 竟然就要照顧到 整個花樣的日常生活 跟他們的陰性 這就是人家說的家庭事業 兩頭燒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那在這種身負重任的工作 跟家庭生活當中 全家人的飲食健康 到底要如何照顧呢 相信這一定是很多人 共同關心的外地 今天的節目 我們就要照顧就位牧師 來說看看 他在照顧會友 這種勞心勞力的工作當中 要如何來顧慮全家人的營養 看看我們的營養素 會提供什麼樣的建議喔 親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平安 歡迎收看營養素 高領導 我是趙思芝 現在的職業婦女 實在越來越多 當他由於自己的小孩 他還要打招的工作 下班回來 他也要照顧 全家的生活和營養 真的是非常不簡單 趁機下來 他可能會因為身體的負擔 打鼻 還往往不會去注意到 今天我們很高興 要拜訪一個林曉玲牧師 他是在照顧會工作 平常是他也要參加 煮火和探風會友 他有兩個可愛的小孩 他最需要去照顧他們 他們在那年萬日的生活裡面 他要如何建立他的家庭和工作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我今天是一個雞人的教會 不過我今天不是要去教會做禮拜 我今天是要去教會奉雲一個牧師 這個牧師非常特別 它是一個流行的牧師 三年前呢 他要他的故鄉家庭 來到雞人來開拓他的教會 我們知道教會的工作 是非常不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要利用這個時間 來去拜訪他 來了解他的家庭的生活 他的教會的工作 和他如何照顧他全家的健康 我們現在到庭來去拜訪他 叫營養師歡迎光臨 林牧師你好 歡迎 林曉玲牧師今年36歲 三年前到雞人的深眉地區 做開拓的工作 也兩千空氣年六歲完成現堂 這樣很漂亮耶 環境也很優美 然後聖誕節快到了 也佈置得非常漂亮 這好像五星級的裝飾 對 對 我們現在他們非常用心 他們又去參加很多地方 去看人家的大飯店 看要如何報到 比較到現代化 所以他們去看完之後 又回來報到這個地方 好特別喔 有整個聖誕節的氣氛都是 看起來也非常的優美 這是現在這位的用心 林牧師你是個女牧師嘛 對 我們在中路教會裡面的女牧師 有沒有超過五十個 有 有喔 一年來有很多越來越像的 牧者 對 對 你應該是裡面最年輕的 不算年輕 還有比我更年輕 對 你很有活力也很有勇氣 你第一位來開通這個教會 對 對 林牧師雖然不是中路教會裡面 最年輕的女牧師 也不過在開通教會的牧師當中 算是很年輕的女牧師 這真的屬於很多的信心 更勇氣了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她的生活習慣 來 這個是我們的禮拜長 因為… 你的教會很漂亮喔 對 因為現在要教了 所以現在還要教會 對 補充得更好色 這樣 真的很漂亮 謝謝 所以妳還有平衆師都在這裡上班 對 平衆師 我就是住在這裡 這就是主理的時尊 如果是平衆師有煮火的時尊 還會用到這個地方 你煮火的人差不多多少 對 現在主理禮拜 大概平均有40人左右 所以妳一天就要為40人做 對 對 那很辛苦喔 不會啦 要問一下 為什麼工作的時間是多長 工作的時間喔 因為牧師做工作的時間 比較特別 不像說一般上班的 可能會在9點、8點 打卡 下班 5點、6點 6點 下班 對 其實就是 或是有早天祈禮拜的時候 我可能5點、5點半 我就要起來了 你5點我就要起來了 對 因為有祈禮拜 那在今晚6點 他們就會開始來這裡祈禮 對 晚上如果是有小早煮火的時候 七八點 還要再去 去探訪 家庭去探訪 去探訪 煮火回來 差不多都10點 所以時間是 剛才說是幾點鐘 不過應該是早出晚歸啦 都...對 很辛苦耶 那你怎麼有完工 完工喔 目前是我一個人 你自己一個人喔 對 校長兼講講 沒有員工 你自己一個人要去處理 那麼多教會裡面的事情 目前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喔 對 你覺得我很累嗎 應該是說 浴土會累 沒有 我的心靈我不會累 因為看到小孩就說 教會怎麼樣 漸漸在正中 看起來就 很多人 他們又意愛來教會 社區的人 或是說附近的基督 都來這裡祈禮 像今年 聖誕的佈禮和活動 就讓我非常開心 和感動 對林博書來說 看到社區裡面的民眾 都能就近到教會崇拜 是他覺得最開心的事情 就算是身體疲勵 他的內心 永遠是感到很滿足 很開心喔 這個工作讓我覺得 我自我成長很多 其實我也很羨慕你在這裡工作 因為這實在 這個工作非常的 哪有公司那麼優美的 對啊 那麼好的一個公司環境 對,你看看起來 如果度假的 外面又有植樹 裡面又有一個 白色的這樣的一個建築 我就覺得好像 自己在度假的當中 其實你每天工作應該是 也會滿愉快的 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因為亞蘇公 如果路口閉閉閉閉 可以來我這裡 可以來我這裡 還有你立場安鄉 既然我每天都在教會裡面 每天都在訪生間 對 這樣應該是 我要立場 最好的福分和安鄉的 這是在你每天可能 這是禮拜登 禮拜登 你有自己工作的office嗎 有 有office在這邊 來這裡請坐 哇,小鵝橋 對 對啊,你看 那一廁都漂亮有花 所以你平時就是在這裡 你這樣做 我可以坐下來嗎 可以,請坐 請坐 你的辦公的資料呢 辦公的資料 都在櫃櫃子上面 在櫃櫃子裡面 對,面上有一些 生間文件 或是說 好音的團團 都放在這個地方 像在這邊 或是有需要 或是有社區的人 在賣的時候 我就可以 馬上來介紹到好音 這樣 很特別喔,你是不是 用這個毛病在披公文 沒有啦,現在這個 時代沒有人在用毛病 這是我在工作壓力很大的時候 一個紓壓的方式 一個方式 還會自己拿來這樣 摸一下 很好啊 你自己用這個紓壓的方式 所以普通是 你寫毛病嘛 對,還有圍頭 對,我自己有時候 也會圍一些 哇,這個啊 這個叫做好薩瑪莉亞人 真的 薩瑪莉亞人 對,高好騎了一隻鋁 鋁子 這個是不接待那個 那個 沒有幫助 受傷的人的這兩個 壞人啦 壞人 然後那個是好的 法力賽人跟祭司 把那個受傷的人 把它放在他的馬上 來幫助他 這是在路加婚裡面 有特別描寫到一個薩瑪莉亞 你幫他畫得很漂亮 我幫他畫這個趣味 這個色彩的搭配非常漂亮 對 所以你通常就是寫書法 畫畫 還去打球 所以你能聞能舞 你打什麼球 我打高爾夫球 哇,高爾夫球 女生打高爾夫球不簡單 因為工廠 你很大 打高爾夫球 你也可以看到一大片的 綠地 所以覺得很舒服 心曠神怡 所以其實你滿會平衡你的生活 要把生活平衡 然後要有休閒跟安息 才能夠在工作上能夠更得力 對,請求這個小丑魚 這也是我舒服的一個管道 當心情到不好的時候 看到這個可愛的小丑魚 小丑魚 不過大家都是要飼鬥魚 你養這個小丑魚更加的可愛 你每次會發現 其實人生也許就像小丑一樣 你會讓你的人生好過日子 所以今後啊 像林牧師阿姨也當有舒華畫畫 然後養泥 然後另外還可以做一些不一樣的運動 其實我覺得很多 有工作壓力的一些女性們 尤其工作的女性們 也是要特別注意到一些休閒運動 讓自己的身體 一些家庭都比較平衡 好 小林牧師除了你的那個 修行的自己的一個生活方式之外 那你的家人 你的家人有跟你住在一起嗎 有啊,教會的山頭就是牧師館 我先生跟兩個孩子 我們都住在一起 我可以帶你上去看看我的家人 好啊 請往這邊走 OK 看完我們林牧師的工作 接下來就要來拜訪他的家人了 兩個可愛的女兒有什麼特別的 她不是習慣嗎 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馬上回來喔 來,歡迎光臨 這就是大會三老的牧師館阿姨 這我家的大女兒 這塊好漂亮的 愛獎 愛獎 這是母親 你好,你好 這是我師匠 師匠 這位就是師匠 今年三十九歲 工作之餘 還會幫忙教會、事工 也會合作照顧兩個女兒 這位就是大小女兒的母愛 今年五歲 還會小女兒牧師 今年三歲 會給他們這個名字 是希望他們永遠都沐浴在 愛跟陽光之中 你們家好漂亮喔 謝謝 是施葬設計的 大部分都是她的ID 然後我們一起把它複製起來 完成的 對,好溫馨喔 其實師匠看起來像藝術家 他就是喜歡做這些趣會的事 像聽說教會裡面有一幅畫也是他 出自他的節作 對,剛剛我們所看到的 在禮拜堂的那一幅 耶穌、瑪利亞跟約瑟 那一幅畫就是施葬他用棉紙 施一施把它黏上去的 對,所以你們有共同的詩號 就一起有時候做一些畫畫的 互相在藝術上的交流 對,對 妹妹幾歲 兩個嘛 兩個妹妹這個是... 他滿五歲 他三歲半 好可愛的兩個小... 小妹妹 小妹妹 所以平常是都誰在煮飯 一起煮 都有 都有 對,一起煮 誰有空就誰先去煮 那買菜呢 這些預備菜肴這些步驟 買菜就是誰出去 然後看到什麼 然後就買回來 其實現在 那是有很多家庭 都把家裡的飲食工作交給媽媽 像牧師和師長 可以這樣分工合作 彼此扶持 真的是讓人有夠欣賞 沒有 那你呢 你平常怎麼在飲食方面去噴... 去...在營養上去 特別去留意他們的營養補充 因為他們比較小的時候 煮絕比較沒那麼好 是 那我就會煮比較爛的東西 其實有汽鍋 對,汽鍋跟湯 還是說南瓜 把它煮爛一點 對,還是說在飯裡面加 和雞 對,這樣子就能夠均衡一下 他們的營養 還是說一些五穀雜糧 放在飯裡面一起煮給他們吃 你媽媽滿有概念的 她會給孩子也有肉啊 也有菜 然後米飯上也會用一些 比較健康的雜糧 對,然後他們兩個很喜歡吃魚 所以我就會... 像我說鱈魚 鱈魚把它吹吹就很簡單 用蒸的方式 對 飯,你喜歡吃什麼 玉米濃湯 喜歡吃玉米濃湯 還用別的 沒有啦 每天都灌玉米濃湯就可以飽 玉米濃湯加飯 加飯啦 他要吃飯啦 對,要吃飯 OK 那蔬菜呢 胡蘿蔔喜歡嗎 他們不喜歡吃胡蘿蔔 對,為什麼小孩子都不喜歡吃胡蘿蔔 因為現在接甜 所以就是吃那個... 所以我用白菜 胡蘿蔔還好 根莖類還好 還好 但是綠色的... 蔬菜 葉的... 花椰菜 樹 葉類的菜 他們就可能比較不喜歡 對,所以我會把那個... 譬如白菜 滾得久 還滾得久 還滾得久 就比較好... 我覺得你這個媽媽真的好貼心喔 怕你... 小孩子的咀嚼 其實真的小孩子的咀嚼 差不多... 像現在差不多三歲到五歲 他的咀嚼能力只有我們大人的一半 所以等一下小嘴媽媽會擔心說 他吃進去的食物有沒有消化啦 這也是說怎麼去擔心 你覺得哪一個長得比較好 還是兩個都一樣 老大長得比較好 哇,牙齒... 牙齒好漂亮喔 都長滿了耶 有20顆牙齒了 有,他已經滿20顆了 對 小的還沒有滿20顆 會不會喜歡吃甜食 他們會喜歡吃甜食 可是我會跟他們講說 嘴巴醫生說 嘴巴醫生說 你們不能吃甜食 嘴巴醫生就是牙醫 牙醫 嘴巴醫生 說他不能吃糖果 我就會盡量很少給他們吃 所以他的牙齒很漂亮啊 幾乎都沒有蛀牙 對 因為我們每隔半年 我們會去洗牙 是 我們大人會去洗牙 小朋友 我們就會幫他們檢查看看 有沒有什麼的蛙周... 蛀牙啦 所以你... 他們兩個有常常感冒嗎 還是說有一些小孩子 比較容易的過敏反應 有這個健康嗎 沒有,因為他們從小一出生 他們就是喝母奶 你餵多久母奶 老到我餵到一歲多 餵到我懷老二我才停 現在很多 是上班族的婦女 第一個她為了上班 她就不餵母奶了 可是我又覺得 你是很靜職的媽媽 因為餵母奶 好處非常的多 對 經濟實惠 然後又方便又健康 在他們還沒有斷奶以前 他們很少生病 非常少生病 對... 而且她的睡眠也都很安穩 對,然後她的性情很好 你看像現在那麼吵 她還繼續睡 對... 像志武尾熊 很可愛 所以他們兩個應該是 滿好帶的孩子 對,因為他們餵母奶 然後也是都在教會長大 所以志武尾熊他們的性格就... 就比較穩定 很...非常的溫和 爸爸晚上都煮什麼 你煮什麼給他們吃 都煮什麼 我的吃法比較... 稀釋 比較快 你喜歡吃西式的方式 就是單純的 可能肉啊 菜 這樣子 肉煎一煎 就是兩道菜 你把它搭配 不會說像台式 就是說我們中式的飲食 很多材料放在一起 然後好幾道這樣子 你就是有時候煮個麵啊 然後弄個湯 對 對不對 對 用肌肉風險 對,或者是義大利麵 就是... 比較簡單的 減餐方式 比較簡單 那你會覺得這樣給孩子 會不會不均衡 會怕 會怕 比較少吃一些蔬菜 會給他們一些根莖類的 那種蔬菜嘛 有纖維比較多的這樣子 你有沒有要吃蔬菜 要吃...沒有啊 你也沒有要吃蔬菜喔 麻鈴薯喜歡嗎 喜歡啦 那芙蘿蔔呢 不喜歡喔 菜頭不... 菜頭 菜頭 他喜歡喔 其實它也滿好的 就是你們給他提供的菜 他也滿喜歡的 菌類他也喜歡 菌類 菌類 有啦 有啦 OK,今天我也會做一道 應該你會喜歡的菜 其實我們在樓小孩子 因為你們兩個 剛才一個三貨、一個五貨 就是在一個幼兒期 這幼兒期 其實它有一個 一個特色 就是說它比嬰兒期的 生長速度 會忽然比較緩慢 所以它需要的營養 也沒有我們想像說要很多 但是他們當然也需要啦 因為它需要的營養 差不多要正常人 每一公斤 他們需要的營養素 差不多是大人的兩到三倍 尤其鈣質需要到四倍 其實就是說 怎麼去補充它的鈣質來源 我覺得也是很重要 好,第二個 特別要建議就是說 可能有一些人會建議說 一天可能要喝一到兩杯的牛奶 比較... 可以讓它的鈣質攝取比較多 好 了解你們家庭的一些飲食習慣之後呢 我就有幸福說 你怎麼樣 預備你的孩子 吃一些什麼樣的食物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去參觀一下 你的廚房好嗎 OK,好 現在就可以過來看看 每天喝兩杯其實有點硬膚 接下來要來調查牧師一家人的飲食 營養素發現說 牧師每次喝一種飲料 到底是什麼 等一下 你們就知道了 先往這邊走 等一下...小林牧師 來,請我們介紹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果醬 這有不同口味的 有藍莓的 有草莓的 有藍莓的 有藍莓的 有蜂蜜的 有蜂蜜的 等等 對 還滿小巧玲瓏的 30公克而已 那這個都是給誰吃的 小朋友或大人 小朋友 都可以吃 那都怎麼吃 夾麵包啊 吐司啊 鬆餅啊 你喜歡嗎 你喜歡嗎 你喜歡這樣嗎 蜂蜜行不喜歡 喜歡 我喜歡跟瀑布醬 跟瀑布醬一樣 瀑布醬都吃蜂蜜 瀑布醬 對 那個小熊嘛 對 其實這個孩子 有時候你會不會 讓他擔心說吃了太多 或者是 會考慮他覺得太甜 當然不是每天吃 要偶爾給他們吃一下 這樣子 就變換一點口味 其實孩子還是不能夠 吃太多的果醬 跟太甜的食物 對 對 小孩子就要盡量不要吃甜食 他不用對這個吃飯缺乏食慾 做成營養無根性 好啊 其實媽媽做得很辛苦 對 又要小孩子 兼顧小孩子的營養 又要考慮他喜歡的 對 那我能不能看一下這裡的東西 可以啊 可以 這個是誰吃的 這是小朋友吃的 因為它上面有鈣 又做成糖果的樣子 五顏六色 所以小孩很喜歡 那你為什麼會覺得 孩子需要吃這些 因為我覺得他們成長中 需要補充一些鈣營養的東西 所以我就會買這些 那你自己本身有補充這些維他命嗎 我懷孕的時候有吃 之後就比較沒有再吃 所以這個是主要是為你的小孩吃的 那一天你會給他吃幾顆 一天有吃一顆到兩顆 妹妹你喜歡這個嗎 你喜不喜歡 喜歡啦 因為這個又有點像糖果的樣子 對 又可愛 或還是要注意它裡面 還是會含有一些色素 那這個當然就是說 可能有時候在選擇上 可能要特別 比較是注意到 孩子如果說有這些色素 或有一些含他的甜度 孩子吃的太多 也會不是說那麼好的一個影響 那另外一個這個水果是誰喜歡 他們也喜歡吃蘋果 對 這蘋果其實是剛 對好可愛的蘋果 剛好一顆大小 都在哪個時候吃水果 孩子 早上或是晚餐 對 其實早上吃水果 對孩子來講 也是養成一個蠻不錯的一個 飲食健康的一個習慣 它可以得到比較多的 纖維質跟營養素 那咖啡誰在喝 咖啡是大人喝 小孩不能喝 咖啡還有這個甜點 甜點 這個有不同口味的 有葡萄乾的 有那個 其實我很喜歡吃這種香蕉蛋糕 對 而且這個好像看起來真材實料 不過平常你會有吃甜點的習慣嗎 我很少吃 你很少吃 那你會吃點心嗎 也都很少 也很少 對 除非有朋友來 送來就一起吃 這個是咖啡嗎 對 咖啡 咖啡 你一天喝幾杯咖啡 一到兩杯 一到兩杯 對 那你有沒有其他的一些 骨質疏症 對 當然咖啡跟骨質疏症 是絕對有關係的 對 因為它會影響鈣質的吸收 對 我每隔兩年 我會去做一次健康檢查 結果咧 結果目前還OK 還OK 問一下你會不會腳抽筋 偶爾 偶爾會抽筋 會不會腰痠背痛 會 會啊 其實這兩個都很典型缺鈣的症狀 那你覺得你牙齒好不好 我牙齒還好 還好 會不會有時候失眠啊 我失眠不會 也不會 不過你比較典型的 就是已經有腰痠背痛跟抽筋 對 對 有時候你會運動打到腹球 比較激烈的話 應該也腳會有抽筋的問題 所以要先做一些暖身運動 對 除了暖身運動 我還是要建議咖啡的東西 還是真的少吃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加壓的食物 那你越喝的話 你流失鈣 那鈣質其實緩和情緒 當鈣質比較不夠的時候 我們身體裡面的壓力就會比較多 所以可能 為了你未來的健康 還有寶寶的健康 為了照顧他們 所以我是覺得說 咖啡盡量不要每天 喝兩杯其實有點疑苦 一杯 兩天喝一杯啦 兩天喝一杯 這樣可以嗎 你可以做到嗎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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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廚房在這邊 我們往這邊走 這很特別 這是什麼 巧克力飯嗎 不是 這個叫做復活炭 因為在空氣裡面 這樣子就可以除臭 除臭 除臭 然後可以防潮、防霉 讓整個空氣流通的時候 比較不會像臭臭的 這是要加副鏡還是一杯 這個放著 然後一個月 拿去外面曬太陽 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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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每一個空間都有放 像現在這個燙火很流行 可能你在外用它可以幫妳吸一些 湊氣 有的人是 有一種是可以吃的 然後吸妳身體裡面的一些毒素 我感覺 安妮也是滿用心的媽媽 因為這樣子空氣很厲害 因為比較好 有一個特別的這樣的心思 對 這裡這個水 裡面還有百種的東西 有啊 看看 可以可以 這個抽屜裡面 非常多的東西 我們這是 這個給小朋友吃的肉泥 他們喜歡吃的肉泥 對 不過這肉泥有時候對孩子來講 還有一段時間 還有你還會 師傅 妳放在這裡 對 這個骨 骨 對 怕你煮飯的時候會炒一點 對 它有各種不同的味道 對 那還有沒有別的 我們小朋友喜歡吃這個 這個濃湯塊 這個骨骨 這是很方便的啦 有家裡的口味 有濃湯的口味 對 對 對 其實我也建議 盡量 這個方塊 這個調味的 不用一下子放太多 因為它口味比較重 對 那小孩子的口味 才要點大人的三分之一的口味而已 所以等你吃有味道的時候 其實對他們來講都已經太重口味了 所以如果像這段的時候 你可以多放一點奶 然後少放幾塊 其實這個味道可能會比較好 讓它稀釋一下 對 對 看你的義大利麵也滿創意的 你把它放在這裡可以增加它的保存 不是 因為這樣子剛好 剛好一人份 所以這也是一種儲存 跟在製作過程裡面 方便的一種方法 我們可以看你的這一些嗎 OK 來 好 來看看 還滿合格的啦 其實 你裡面有預備小孩子 那個牛奶嘛 對 牛奶 這個還有蔬菜 是嗎 他們要吃的蔬菜 就煮 煮爛一點 煮爛一點 這個對孩子也滿好的 這是橄欖菜 他們要吃花椰菜 煮爛爛的 放在濃湯裡面 對 還有這裡也有吃菇類 他們也喜歡吃菇類 對 不錯啊 其實看了小林牧師也 那個冰箱 我發現她真的是一個非常用心的媽媽 因為也事先去預備一些孩子比較需要的東西 包括了一些奶類啦 然後冰箱裡面儲存一些他們需要的 一些早餐的一些飲品 那另外特別注意就是說 可能有時候在預備過程裡面 我們比較會因為小孩子喜歡 會加入一些加工的一些湯塊 或者是從外面做一些可能加工的一些 也許是海苔 那個口味可能比較鹹 可能要去特別注意說 那個味道不能夠太重 而影響孩子的口味 那因為時間已經要到 晚餐的時間快要到了 我們應該好好的餵孩子 我們大家一起共度的來預備一個晚餐 好 我們一起來煮晚餐 了解小林家庭 她們的她的身體狀況 還有她的小孩的一些飲食 我今天幫她預備了一道高麗菜炒 酸色的高麗菜啦 裡面的材料有高麗菜 還有番茄跟香菇 那為什麼我會預備這一道菜呢 你知道番茄裡面有維他命C 如果壓力比較大的人 他維他命C的流失就比較多 所以我今天這一道菜 主要是用番茄來提供了 這個家庭大量的維他命C的來源 另外一個黑色就是所謂的香菇 那我們知道香菇它有多糖體 所以它可以增加孩子的免疫能力 另外一個就是香菇裡面含有一般蔬菜 比較沒有的維生素D 那我們知道孩子在骨骼生長發育過程裡面 他需要的鈣 但是最重要就是維生素D 你可以幫助鈣質的吸收 所以在這道菜裡面呢 我們用香菇來提升它的一個維生素D 來幫助鈣質的吸收 另外呢高麗菜 其實我知道呢 很多孩子都愛吃高麗菜 那高麗菜它本身是屬於十字花科的 那我們知道十字花科裡面有芥蘭菜啦 或者是一般的花椰菜啦 甚至蘿蔔啊高麗菜 這都是很厚鈣質的來源 然後再加上它的那個味道非常清香 而且呢我相信它的孩子呢 也非常喜歡吃這種高麗菜香甜的口味 所以我今天完全針對他的家人 還有孩子的喜歡 我幫他搭配這一道所謂的三色高麗菜 我相信呢可以帶給他們家人美味跟健康 炒三色蔬菜的方法很簡單 把所有食材放進鍋子裡面拌炒 加進去淡薄的鹽來調味就OK了 看起來是不是非常的美味呢 等一下我們就要來看看 小林牧師的手藝囉 小林牧師的廚房裡面身手 真的是非常矯健啦 連我們的營養師都佩服不已呢 小林牧師的今天的晚餐應該是很豐富的 對 我早上我沒有去菜市場 要去看這些菜 很辛苦 真的是辛苦你了 那今天我們的菜有幾道 這是蛤蟆絲瓜 蛤蟆絲瓜在一起 蛤蟆絲瓜在一起 這個蛤蟆真的是巨無霸 因為這裡有雞人嘛 靠著口味 海港嘛 所以雞人才可以吃到這顆蛤蟆 對… 我們平常真的很難去吃到 要來雞人 等一下我會再烤一個魚 土鶴魚 所以這邊有蛋 也是早上才剛先切的 很大一隻 很大一隻 對 看起來也是 這樣你家人 一餐可以吃到那麼多的 對 剛好試片啦 一個人吃一塊 對 因為裡面最不要有冠軍 對 多吃魚啊 多吃魚 好 還有呢 另外一道菜 這個是那個香丁炒那個 豆干 豆干有鈣嘛 對 豆干啊 還有小魚乾也有 但是你會放一些蔥啦 對 還放蔥 那些要酸菜的 讓它加個味道這樣 對 所以這是香丁豆干 對 第三道菜 然後第四道呢 苦瓜 對 因為我很喜歡吃苦瓜 甘甘 吃起來現在是甘甘的 對 你喜歡嗎 妹妹你喜歡吃苦瓜 不是不喜歡 其實小孩子 比較不喜歡吃苦瓜 可是我覺得很好 不喜歡的東西 你要讓他 對 就是你吃給他看 他就會越來越習慣 對 而且你也不要說 孩子不喜歡我就不煮了 對 其實你反而不喜歡 你要經常煮 讓他去習慣說 原來這個店中心 我就是要去吃 對 所以我覺得 你這個乾很好 因為吃苦瓜很好 所以我就會常常煮 對 其實吃苦瓜 雖然苦 但是其實蠻好 你媽媽一塊的苦瓜 你怎麼會跑啊 好 這個苦瓜 還有你這個 這個很特別 這個是五穀雜糧飯 裡面有薏仁啊 阿乖木耳啊 很多東西 所以裡面幾乎也有 蕎麥啦 蕎 有十種左右 十種左右 我就一次煮多一點 然後一次就是把它放冷凍庫 想吃的時候拿起來 微波就OK了 但今天還有 還有魚 還有海鮮 然後還有 喜歡的這些蔬菜 然後也有米飯 搭配起來應該是一個非常健康 而且又豐盛的晚餐 小林牧師 第一道菜要做什麼 我要先把這個魚拿進去烤一下烤 因為我上面我剛剛 我已經灑了一些鹽了 是 所以現在灑了鹽以後 我們現在要拿去烤 對 我是加海鹽的 所以會很好吃 很甜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拿進去烤 所以幾度 我是用高一點的 我先用兩百一 然後煮個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就可以了 對 然後等一下快好的時候 我再調整一下它的溫度 OK 這樣滿方便的 這樣滿方便的 所以第一個 我們烤魚已經可以開始進行了 對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因為我要炒這個苦瓜 那苦瓜這樣炒呢 它會比較久的時間 所以我就想給它微波一下下 等一下再煮的時候就會比較快 這媽媽媽真是很會 很會舒戰速決 因為職業 因為一邊工作 然後一邊又要帶小孩做家事 所以它用先微波的方式 我先微波一下下 一五零 對 一分五十秒 這樣子 先給它微波 然後我們 它煎魚在用了 對 對 所以煮杯的晚餐會很快 那現在開始煮湯 是 對 那我現在就把火打開 所以我們今天是要煮什麼湯 蛤蟆跟死瓜 蛤蟆四加湯 對 對 等一下等苦瓜好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每個飯 拿下去煮鍋 對 你都接了所謂的天衣無縫 對 這樣子就會很快 每個東西都可以利用 這樣子一個晚餐不用三十分鐘 全家人又可以吃飯了 對 跟你在教會的這種經營 其實也派上用場 對 對 然後現在不能夠空 空的時間 開始要炒這個 對 所以就是一方面 這個煮湯 來加水煮湯 另外一個是 對 就趕快要來煮 那個香檳小魚 對 因為我們這個爐 不用等它熱 就直接這樣子 對 等它熱 這種很好耶 很多人就是要把那個火 用來煮煮湯 不用 這樣子你的整個廚房 才不會有油煙 是 這個戴起來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蓋著它 蓋起來 對 現在我們的苦瓜 已經熟了一半了 對 然後把苦瓜拿出來 然後就可以用飯 好 這樣一個飯 放下去 這個飯因為是冷中的 所以要久一點點 大概十分鐘 對 平常你真的很老練 它飯會頭暈 這樣就很快了 這樣真的很多 然後就等於一併煮 所以你可以在半鍋煎裡面 煮到一個飯 然後一個湯 然後三道菜 對 對 你要先用你的工具 例如你微波爐 還可以說烤箱 要同時進行 是 然後這裡有兩個爐 很快就可以做好 對 這還是要有他智慧 其實不會很困難 那現在就趕快要把這個 是 這個快要滾了 所以要趕快把這個 吃光 所以這也沒人爆香 這麵 對 我們家很爽的爆香 這樣才不會有油煙 對 而且 我剛剛也會吃出原味 對 然後它快熟了 我就趕快給它嚐一下 因為小朋友不吃辣 所以我就沒有放辣椒 要不然你再加個辣椒的話 顏色就會比較漂亮 看到小林牧師 在廚房這麼輕鬆快速的動作 只要用一點點的時間 就可以為外界人 做這麼多切草好吃的料理 懂得善用食材的屬性和烹調工具 實在真的 大家來好好學習 接下來小林牧師 又還有什麼祕訪 要來教我們大家呢 這已經要好了 對 這已經要好了 所以我要開始來加調味料 你之後再加調味料 對 我就是快煮完的時候再加調味料 而且調味料的方法有很多種 像我如果去買這種干貝醬的話 對 那我就 就用一點點用這個味道就好了 對 我就 所以我說像人家加羊 加醬 加砂糖 對 那個也看看 但是今天要換這個口味也是 對 因為 因為它已經有那個小魚了 對 所以我就加一點點 你如果說像這個太乾了 你會怎麼處理 太乾了就是說 對 因為旁邊有湯 所以我就用湯裡面的 湯裡面的 加一點水 這樣就好了 其實有時候熱水可以取代熱油 對 你不要想說 我剛才拿很多油的 我的菜還不會乾 對 其實在乾以前我覺得這個小林 小林媽媽 小林媽媽 太厲害了 她會把她的那個 在煮湯的那個熱湯 然後放一點點在另外一個地方 它是甜甜的 是菜湯 其實那個味道 對 這樣調味料 你可以多一點的 綜合跟變化 剛剛加了一些干貝醬 然後再加一點點這個 對 這樣子它的味道就會比較 那你不會再參加嗎 不用啦 這樣就好了 因為這是一種調味料 然後就不要吃了 再重的口味 對 這樣還可以 對 這樣還可以 這樣再滾一下 這樣就這樣吃 對 你知道豆干是一種肉嗎 我不知道耶 其實豆干是屬於肉類的一種 對 所以你不能把它當作蔬菜 它是一種肉 像我們說的 我們今天也有 都是比較是屬於 沒有肉啦 你看好像都沒有豬羊牛雞 什麼都沒有 可是我們其實也都已經有肉了 包括了魚也是肉 是魚肉還是肉 所以現在的人常常就是 在肉類的攝取 所以我們有一些人 像你雞蛋人 它也偏向於海鮮類的 來當一種肉類 對 這樣子你的地道菜 這個豆干就好了 像說我們買的這個鍋子 它基本上就不用洗 所以我只要怎麼做呢 我不要把它擦一湯 因為有時候你去洗 可能也會更多煙味 不會不會幫你 對 會更多的油 那我們現在可以繼續來炒苦瓜 小林媽媽 我覺得你這裡好像沒有蘑菇 對 所以你大部分用餐巾子 餐巾子 其實餐巾子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用得很丟 所以它不會吃生細菌 對 因為蘑菇的細菌很多 對 沒錯 欸 再來就要來炒苦瓜了 先在鍋子裡面 放進淡薄的油來加 從微薄到半熟的苦瓜 放進鍋子裡面 加一點點的湯 而且蓋上鍋子 讓苦瓜來蜥蜥 就可以好好來享用囉 然後我們的這個絲瓜也好了 所以我們就把蛤蟆放下去 這做事就是食材就利用 對 一天要煮的方式 對 難怪你要把照給它 要照顧就是建造的好 然後孩子又要照顧的好 對 上帝給人有智慧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盡用 對 對 這樣子 我們剛剛的苦瓜炸涼飯 已經好了 對 都已經軟了嗎 全部都軟了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來吃 你知道我們一天要吃幾個顏色的蔬菜嗎 終算要來享用晚餐囉 想不到我們的營養師卻出了一道烤蹄 但聰明能幹的小鈴木師會被烤倒嗎 稍等這個就知道了 我看起來有一個一頓豐盛的晚餐喔 我裡面總共有差不多六七道菜 有這個香丁魚豆干 還有這個苦瓜 還有三色草高麗菜 還有一道這個看起來非常可口的蛤蜊吃瓜湯 還有這個魚看起來真的非常好吃 還有今天還有飯跟水果 所以在享受這個豐盛的晚餐之前 我們想要請那個小鈴木師來幫我們做祝福的祷告 好 我們想唱唱謝范哥啦 好啊 禮拜來 天白教大國主彼 感謝祢祝我這名 世間萬人禮牛氣 主聽誠言我無禮 阿明 好 我們來祈祷 全年來祝我們的上帝 我們憲情我們滿心的感謝 感謝祢生死我們這麼好的家庭 也讓我們在這個地方可以來祝福祭祢 這時我們要三次來喝酒 我們祝永遠到我們的身體 祈祷讓祝雅蘇名求 阿明 好 開動 妹妹你喜歡吃哪一道 來 要吃阿嬤 吃魚 豆干 不要吃阿嬤 阿嬤吃什麼 好吃 應該很好吃 應該很好吃 我覺得很好吃 非常好吃 妳去看看 好甜 對啊 這是我看過最大的霸王蛤蟆 而且這個還是小的 那個老闆說他邊小的就給我 喔 這個還算小的 阿今天這頓飯 跟平常是有什麼不一樣 嗯 有利 有利喔 那我應該滿榮幸的 我可以跟你們一起共度晚餐 阿公你很愛吃魚 嗯 大人喜歡吃肉 大人喜歡吃肉 小的喜歡吃飯 那其實我是覺得 當然像小孩子 增加蓋子其實滿重要 但是那個小林媽媽 我們叫小林牧師 其實你也會特別注意那個高蓋的食物 對 所以我每個菜 你看我都加一個小魚乾 小魚乾 對 像豆乾啊 小魚乾啊 它都是比較算是高蓋的薯菜 而且它也硬硬的 然後幫助在它的主角 對 反而像 自己吃都很 很自主性 我就覺得說 欸 妳需要什麼營養 那我就給它吃 然後因為它肚子餓 它一定會吃 對 它就不會覺得 好不好吃 對 它就不會覺得 所以我覺得 柳姐很好的 的那個方式就是讓他餓 因為讓他餓餓的話 他就會吃三餐 可是現在很多的小孩子 媽媽都會給孩子吃零食 讓他吃零食之後 他就不會餓 吃東西就不會吃了 你有沒有告訴我 我要打你幾分嗎 好啊 好啊 你對我打 先問師匠 師匠你對那個喔 不是啦 他平常的 這個照顧家庭 你有沒有覺得 你會幫他打幾分 你差不多打幾分 良心分數啊 對啊 要摸著良心喔 良心呢 那70啊 你70啊 反正打60 其實一間快接近 我覺得快要 快要接近100分了啦 嗯 你知道我們一天 要吃幾個顏色的蔬菜嗎 五種 五種 對 那五個顏色 黃色 紅色 黃色 黑色 白色 白色 綠色 綠色 是嗎 對 我們今天都有啦 有沒有 沒有啊 我有想啦 上帝給他智慧 太厲害了 剛好我們今天都有了 你看 賢慧的婦人啦 對 所以你給他打70分太低了 對啊 沒有良心喔 應該 再補一下 再補給他補 多獎了 那五個顏色 所以要補成80分 嗯 吃完這個美味豐盛又營養的一餐 小林牧師幾個人 要來獻唱一首詩歌 感謝神所肆餘的美好一切 今天拜訪小林牧師 我實在很親陪他 他不但要工作 要去探訪會友 他也要照顧他的家庭 在每一項工作裡面 他都盡心盡力 最重要的我會發現 他工作裡面 他如何紓解他的工作壓力 像說運動或者畫畫 或者養小丑魚 他在紓解壓力裡面 他如何讓你的生活裡面 還可以重新開始 另外我會發現 他在廚房裡面伸手矯健 雖然他忙碌的生活裡面 他可以適當的來照顧 他家裡的飲食的健康 實在非常不簡單 尤其他的先生 努力的配合 互相的相輔相成 讓他的家庭 能夠維持萬快樂 營養師到你家 歡迎你下一次再收看 也祝大家平安快樂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